嗨,大家好,我是貴哥哥 今天要給你開箱分享的東西是這個 我們這一支 羅技的MX KEY 就是現在那個 這個MX產線最新 然後也是最貴的這個鍵盤 這個無線鍵盤 它到底我覺得開箱起來的質感 跟這個舊的這個K580 當然還有三四倍的價差 等一下會分享說到底我從裡面感覺到 這個價值真的值得嗎 因為我們沒有任何的 可以看到下面沒有什麼折扣碼 頁配商場的連結等等 這就是我最直觀最直接也沒有任何其他修飾跟保留 灌水碰轟之類的這個 這個分享這樣到底值不值得 然後還有它的其他 例如說開箱的過程盒包裝的過程 然後這個MX漂亮的字體 等等的一些心得跟分享 然後我第一次安裝的過程 等等的 到底這個鍵盤好不好用 我好像看它背光了 就是剛剛是不會亮 它過一陣子它就會自己切掉 還不錯 蠻棒的功能這樣 到底值不值得好不好用 我們現在 再來分享 我們現在就是為這個PC用 駕來的指向箱體上面 開始來開箱我們這個 邏輯的MX鍵盤 MX鍵盤 MX鍵盤 這個本體 這上面是送貨單 內部的內容 看一下裡面 裡面 裡面是這樣 鍵盤本體 不錯 這個材質摸起來說很實 不會輕輕鬆鬆鬆 好 我們現在來 本體 本體 這個鍵盤 MX鍵盤本體 我們自己來看看 外觀 外觀 因為為什麼當初買這個鍵盤 我自己有辦法丟到過 我有猶豫過 為什麼呢 你看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知道 這是 鏡頭對焦 MX3 MX Master 3 MX Master 3 MX Master 3 這支真好營的鳥漆 差不多是3690 丁丁 但是同時 邏輯的MX鍵 這個MX鍵 同樣都是MX鍵盤 無線系列的家族 同一個產品 結果 它就是要多人兩三百塊 有的用39 3890 我就是 想要PC用3990 這盤都沒有多人 我想說 當初就想說 不知道買得到 買得到 所以說最好 我們決定要買這個 我們等一下來分享看看 我們看一下外觀 外觀 因為盒裝外觀 就比較沒有什麼 特殊的地方 這些官網三個 都看得到 這個包裝的外觀 相關的 沒有什麼 不一樣的地方 好 來 好我們就 看過這個大致上之後 應該就不需要 內容導讀之類的 這就比較不必要 這樣 開箱以後 才慢慢分享 來 開箱 現在我們這個節目 正常叫做 暫定 叫做得高跳 你看 我想說我沒有這麼多東西 聽到 我說是要來升級自己的身外 所以說 整個改說 開箱 信不信我 子女的這個 標題 非常進 比較小 好 好 跳出來 好 非常 應該不會掉下來 比較小 我們水平拉開它 好 好 這樣這個盒子裡面就空了 開箱裡面沒有東西 把它放在旁邊 來看看 好 看得出來外面它有一個 剩浮水印霸 反光材質的一個 這個MX 很漂亮 很漂亮 其它封面方向就沒有東西了 來看看 只有一個方向可以開而已 我們一起來 開箱我們這個新的型號 新的型號 開箱新型號 哈哈 來看看 1 2 3 5 這樣看得到封面家 鍵盤怎麼開箱 步驟 藍牙還是unify 這類的設定 定定 那時候可以連三台電腦的設定 對 連三台電腦的設定 看電腦 平板 應該平板稍微弄一點 看得到 上面有圖示起來 所以我們就把它抵抗 好 本體 哈哈 這不是戲劇效果 那這邊有個白色的一個包膜 一個紙袋 本體在這裡 本體在這裡 有多薄呢 比食指 最厚的地方 比食指粗一點 跟大拇指的厚度差不多 而且寬度 而且寬度 然後最薄的地方 大概跟 比食指還薄 看一下鏡頭對焦一下 不然鏡頭會對焦我的眼睛 另外一邊厚的地方 有 有 好 好 我們有一個基本的了解 本體先放著 我們看著說 這個箱子裡面還有什麼東西 好 好 把這一塊拿起來 就是看得出來吧 大家都很熟的Unified 我也把它拿到裡面 因為之前 近景那些Master 3 Master 3 尿器裡面 還有附一個他自己的那個 所以我就沿用那一個就好 好這個我就先把它留著 啊這台在跟那個 有一個Type-C的耍 對不對 看官網上好像這樣子 喔有啊 裡面還有一個小說明書 這樣 因為要拔出來我這樣會卡好那個 我都不會退 因為它是Type-C的話 我用那個一樣 甚至用iPad的那個就可以直接充 新的iPad Pro 直接是Type-C的頭就可以直接充電 所以這個東西我就不開了這樣 啊我們K的裡面呢 剩下面這個 這個不知道怎麼講 底座嗎 固定嗎 這有點黑了 沒什麼 很乾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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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這K的我們兩個放棉 還是一樣 這個如果可以放外包裝 應該更漂亮 沒關係 哦本體 本體應該沒什麼 沒有什麼出乎意料的地方 但真的很漂亮 腿包裝 腿包裝 我們這個頻道喔 我們不是說 各種開箱維生什麼 不是 我是自己想要用的東西 自己想用東西買來自己開心 順便拍個影片當分享 不是說專門開不同顏色 然後開不同什麼東西都買來開之類 沒有沒有 用會對的東西才會買 才會做這個開箱 好本體出現了 好啦 拿在手裡 拿在手裡可以感覺到 我們感覺到 三四千塊的這個價錢 新的買四千塊 沒有任何 公司或者說三塊 沒有 反正PC都買多少 我就多少 也沒有折扣嘛 不用緊張 所以不會有 強迫推銷業配的情形 好 上面這一排 我剛剛跟那個KA580 不太一樣 好像不能拆 我也沒有要拆的意思 但是我垮通的第一印象 你剛剛那個這節 用了一陣子之後的想法 先第一個 確認這個充電孔 看得出來 是Type-C的孔 跟這個MASTER 3的滑鼠 就長成這個樣 看得出來是第三代 一樣是這個Type-C的接孔 然後iPad Pro可以充這個 直接通用 都放在電腦旁邊 直接通用就好 味道 就是邏輯家新產品的味道 但是 抗定是新的 不是什麼 很不舒服的 化工的錯味等等 重量 我們就沒有要做 那種CG效果 我們量重量 給大家看 不知道有沒有頻道做 我知不知道 但是我 不怕成功會這樣做 主要 為什麼要買剛好跟特色分享一下 因為人 人 我們要買東西 我們都會稍微做功課 說這東西 適合買 我們就會看說 這東西 跟我們現在手裡的東西 原本 原本 比較對象是誰 是這個 看得出來 這上面還可以拆 這個 只有兩個 用久的蛋白太多了 因為 我小妹 說他想要用 這種 他想要接這一台K580 然後 可以看到後面 有原家屋 當初買的那個 大概用了一年半左右 用當半粗油 他說想要用這支黏米的平板 他就不用 又買新的筆電 就 這不是要先動一下 一定要說 比較好的東西 所以說這台K580 就決定說要好一點 我就想看看 因為當初 我上一台鍵盤 是那個 我不會去銀河 反正也差不多千多塊 八百塊 左右的一種 雷蛇 雷蛇 雷蛇的鍵盤 的 因為便宜的 基本款不會發光 沒有RGB 有點可惜 那是 那是我哥中 對 買不去RGB 對不對 用過來要幾個按鍵失禮 要錄音箱也沒辦法 所以就買了一個新的 這個東西的優點是什麼 非常輕巧 拿在手上都不費力 這樣子 當然這個 我們的MX Key 厚實很多 那個感覺厚實很多 現在電腦沒開 但是我的 直接拿在手上的感覺 那個按鍵 如果我們講 敲擊聲 講什麼之類 因為這個 它就是這種 平的這種 非常輕巧 這種鍵盤 它就很明顯 不是機械式的鍵盤 有分不同顏色的軸 等等 我還沒用過 當我哪有機會用 有好用 你剛剛看這回音 就 應該聽得出來 大概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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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缺點 也不能說缺點 應該也說什麼 就是這個 MX Key 拿在手上的時候 就可以直接感覺出 如果你問我說從 喔 很可愛 我覺得有差別 差在哪裡 差沒有很明顯 但是有差 什麼地方呢 你光聽敲擊聲 可能感覺還好 可能感覺還好 因為馬上敲給你看 可能沒有很明顯的差別 但主要差在什麼地方呢 差在說 你壓下去之後 它回彈回來 那個手感會不太一樣 嗯 欸 我 我人靠近 我看一下 看能不能調下來 這樣 有了 兩台鍵盤 我現在是用領夾 賣一下收音 我看一下 我 比較靠近下來一點 我按一個 好 都按空白鍵好了 聽看看有沒有很明顯的差別 這個輕按 按很大力 然後如果按ESC鍵 好像就是按 按比較多鍵 會有比較明顯一點的 的差別 的差別 我原本說期待 我原本 因為上一個影片 它錄到11分鐘 都要自己切掉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是設定的關係 現在先講 就是呢 剛剛講到這個 我本來期待說這個MX Key 可能會有 譬如說鍵盤 非常驚艷之類的 的 觸感 但 沒有到那麼誇張 但是你說有沒有改進 有改進 就是我可能要用一段時間之後 才會有一些比較 鮮明的感受 難怪知道 到底 用起來的感覺 安裝 丁丁的 哦 有 你 你彈一些 不是彈 你打一些 你平常很常 例如說Gmail的帳號啦 或是常用的快捷鍵啦 等等 你會發現說它有一些 不能說很明顯 但是 有改進的感覺 改進 進步 因為 屬性其實是要回 事實上是 這個MX Key 跟這一台 也是一樣無線的這個 Logic他們的無線鍵盤 K580 差了快四倍的價格 一台一千出 一台快四千 幾乎三九九 幾乎是四千塊 的 這個 這個數字這樣 你如果說沒有改進 那個也太誇張了 一定有差別 但是有沒有差到四倍價 沒有那麼明顯 沒有那麼 有可能它會 因為我現在還沒接電腦 它可能在什麼地方 例如說 可能切換平台 我也沒有 一台Mac 一台MacBook 一台Windows 桌子電PC之類 可以明顯的 比較 真的它切起來比較厲害 我還沒有這個東西可以比較 這可能是它的賣點所在 但是你說光 平常打起來 這個打鍵盤 打字起來 這個感覺有沒有 明顯的差別 有 不到毀天滅地 但是它有明顯的差別 嘿 然後 不會 這個 官網跟什麼應該看得出來 因為有點尷尬 因為 永固啊 但不要拉薩 但不要泰哥 這樣它有一點那個 手的 汗 或是低到咖啡 之類的那個 希望鏡頭上看起來 沒那麼明顯 就這個鍵盤 可以看得出來它是平面的 每個都是一個方格這樣 那這個咧 MX-Key它在那個鍵盤上面 它有做 看一下 螢幕清不清楚 它每一個鍵 它有一個遠遠的 一個凹線 這樣子 然後 Enter啦 什麼之類的鍵 數字鍵上面 有做一個 可以說這是人體工學嗎 在空白鍵上沒有 然後 Option Star 跟這個 Command Fn 上面沒有 之外 跟上面這一排 ESC的這一排 嘿 它沒有做這個 遠遠一顆凹下去之外 其他每一顆 因為我不是主要文書上的用途 嘿 就是你有大量打字啊 編輯等等的需要的情況下 可能會有更有感 但是對我自己來講 第一印象是 蠻可愛的 蠻舒服的 就你放下去啊 它剛好可以卡住 然後 可能增加一點施力嗎 就是一點 一些支點 讓你可以打起來比較舒服之類的 嘿 因為你知道多少 你就只能夠講這樣子 不能夠去講一些 我沒試過 或者我不這樣覺得 可是我硬掰說 哎呦啊 怎麼很厲害 沒有 等我感受到之後 再分享這樣 但是 有一些比較 魔靈兩可的地方 就是我說很難現場馬上舉正的地方 是說質感 質感 光鏡頭上看起來 對 就整個 塑膠的 霧面 磨砂的 這個 鍵盤的本體 等一下換一些角度來拍攝好了 跟你說 你看全塑膠的 雖然這擺得很漂亮 但是弄久會比較髒 會有一點 痕跡之類的 就質感差那麼差 就哪一個看起來比較貴 當然是MS Key 看起來比較貴 這個是真的 真的看得出來比較貴 然後還有 整個的 重量感 對 不知道為什麼 它整體上就是 感覺上重了一點 一點點 一點點 可能在桌子上 例如說放桌子上 它是真的不會滑 因為原本的這個 K580也不會滑 不是說一個會滑 一個不會 那就誇張了 你看 它也不會 就整個抽屜這樣會滑而已 所以 這個 在我的 使用用途上面來講的話 這個 它的指滑的功能 你說兩者之間 有沒有很大的差別 我覺得還好 我覺得還好 雖然看得出來 你看它這個 指滑的位置的 大小塊啊 之類的 對 有一些差別 數量好像不太一樣 那你說我們馬上有 很恐怖的 可能在其他場合有 但在我的使用用途上面還好 但是你說穩不穩固 穩固 那就好 然後它有幾個我比較喜歡的特點 當然 因為它體積比較大 看得出來 大概大了三四公分左右 就 詳細數據有興趣要去官網查 這樣子 就是 它的這個方向鍵是獨立出來的 雖然這個到底算不算有點 但對我個人用途上來講 我比較喜歡 就是獨立出來 因為主要是家用 不是說極限需要帶出門去的話 我喜歡 就是這個方向鍵獨立出來 然後 ESC變大了 ESC變大 我自己的感受跟 跟 K580比起來 雖然這個不是一個公平的比較 但是我覺得有差還有 心情比較好 就獨立出來的 所以這幾個 FN ALT 也都放大了 對 連Control都變大了 對 這個空白鍵也變大了 目測就看得出來 其他還有什麼很特別的地方嗎 喔有啦 就是 這個切換不同 不同裝置之間的這一排 也獨立隔離出來的 然後這個 這個HOME鍵啊 什麼的 這個 我們的六人組這樣 這個他也獨立出來的 原本的這個K580 也算拿這個來比 本來就很奇怪 只是說分享一下 我個人的用途 他就全部整合在這個上面 當然他極限壓縮了他的空間 你看這個 Size 上稍微 拿一下就可以知道 他有很大的差別 有沒有 他就插了他一級 我盡量的 他插了一級 厚度咧 厚度反而 MX MX Key還比他那個 K580還小一點這樣子 蠻可愛 因為他上面多了這一排空間 然後這邊可以放一顆Unify 原本的空間 然後放電池 之類 電池 喔對 有電池 這個 小心 這個K580是吃電池的 這個是吃電池的 然後不能充電 然後我們MX Key這裡 MX Key這裡也是可以充電的 這樣他開關在旁邊 好 這段影片見到這邊 等一下我開機來稍微用一下感想 再來拍影片這樣 好 現在我們剛開機這樣子 因為這還要重新設定一下 記錄這個鍵跑 我們等他開機一下 我們來看看說 這個 新增裝置上到底會長怎麼樣子 有很多方法 就是也可以開他們邏輯 他有一個這個 Logic Option 就是你弄了這些新產品 他就會自動叫你 說建議你可以下載的東西 這樣 我先試看看齁 我先試看看 欸什麼都不錯的情況這樣 現在這個還沒連上這樣 然後就看到畫面上 很靜點 就他畫面上會看出來說就是 他有一隻滑鼠 跟一隻 跟這個白色的鍵盤 等下新增成功 應該會直接多了一個黑色的鍵盤 很明顯 好我們現在他這邊有個紅色的開關 通常都在紅色開關 他就搭配一個他自己的啟用 這樣 我們來看看 然後開了 欸他會亮 還有一個燈 喔 喔對他還有鍵盤背光 我還沒開我都忘記 還有一個 內建的鍵盤背光 角度好像拍不太出來 那個 你看到他亮亮的白光 那個不是日光燈的反射 他是底下的背光 我要找個角度拍清楚一點 好 然後 你看啦 新增裝置 新增U-Fi裝置 來 我來重開他一下 然後 為什麼會有這個奇怪的姿勢呢 因為 我Unify那個還放在後面 喔有了欸 有了 哈哈哈哈 也是呢 好 好 完成 好 好 關掉之後回來看看 現在畫面上 什麼中音 就是可以看到上面有三個鍵盤的裝置 可以點看看 先跳過 以後我再設定我什麼喜歡的東西 好 於是這樣就有了 然後這個 今天不是邏輯日報 這邊就可以看到說 這個地方呢 他就會有他的一些 已經連上了 然後電量有多少 現在電量是三分之二 過正在來充電 好 就連上 對大法人來說 因為我自己也很少用一些 自訂的一些快捷 這樣子 我們先隨便開一個 文字檔 看看能不能打字 好 等一下 我調一下 現在螢幕是一片白 因為現在我從那個 相機預覽視窗看不太到 裡面的東西有開過我的 這個好了 稍等一下 看會忘了 然後字體能插不到 我就是 那叫 好所以 現在確定說 好 然後同時這一台白色的 就這樣感覺到很奢侈 好幾台鍵盤 它是同時可以作動的情況下 還打錯 嗯 好 不喜歡打成Keyerbo 上面是打對 下面就是打Keyerbo 這樣 沒關係 兩台都同時可以使用 有沒有什麼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直接你說 有沒有什麼新的一些 新的一些 直接使用上的感覺 這個時候蠻明顯的 就你一開始有 有意識的在打一些 確定的字的時候 你會發現例如說 剛剛那個123456789 的之類 就是你全身關注在 喔我要打字的情況下這種 你真的會感覺到 它的鍵盤會比較好按 啊至於為什麼 我不太確定了 就是你可以很簡單 A4 所以我要 好爛的把字打好了 不是說這個K580的 這個手感很爛還是什麼 不是 只是說明顯來講 好 這個MXKey真的有 比較舒服的感覺 真的有比較舒服的感覺 啊當然 你花更多的錢 白就是為了買一個 買一個心情 跟買一個使用上的舒適 光這一點我覺得 嗯 然後它的方便設定 很好 直接能夠進去這樣連一下 就好 不然的話可能 從控制台那邊去 比如說從這邊去喬一下 應該也是可以 直接進控制台那邊 新增一下藍牙裝置 應該也是OK 或是你直接把那個 Unified 直接插進你的PC裡面 或是你可以插進筆電 或是筆電 這些藍牙裝置 應該就OK了 這個就是我第一次的 使用的嘗試 因為我們把日光關掉 剛剛燈光沒有那麼漂亮 現在 現在自然光很漂亮這樣 就是我 可以看得出 它這個鍵盤 背光的情形 就是它很漂亮 然後我把它放在桌上放裡 那就還是這樣 可能過一陣子之後 應該光頭上會寫大概會多久 應該也可以自己設定 就是它多久之後 它就會自己按掉 然後呢 它上面有一個 應該是鍵盤亮度的一個設施 應該是鍵盤亮度的一個設施 那我一個一個這樣 然後另外一邊就有一個按 就是上面F6 那最後就關掉了 對 現在是關掉了 然後還蠻人性的 還沒有特別 記憶上面是什麼 我之前 這個亮度 它有一個很可愛的線太陽 它就可以讓人家說 我要多少 我要多少 這個 所以 有的網友分享說 白天關掉 晚上再開啟 也不錯 一點點 我就開一點點 一點點這樣 這樣才使 那以上 這個大概就是今天 這個 邏輯鍵盤的開箱分享 這樣 那如果你有喜歡的話 還給我一點 留言 或按個讚 訂閱 這些都是對我來講非常大的鼓勵 這樣子 然後未來有更多好東西 我用到的時候 因為現在我們 五 五本生意這樣講 我太多了 那現在這個就不太急 我們做的沒有賺錢 所以我不會說 有100個邏輯鍵盤 全部開給你看 也不會有這種影片 也不會有什麼 100支iPhone 最新的iPhone13 我搶了幾支 不同容量 不同 mini Pro Max Pro跟普通 每一支都在拆給你看 不會有 我覺得絕對 我們絕對沒有一種 一樣 為什麼我們沒有錢 所以我們不可能 去那些什麼 還未上市或剛上市 馬上搶到給你看之類的 因為沒有那個資源 但是我們可以做的是 像這些東西 從這裡可以整個 生活品質 增加生活品質 然後 複合範圍面 像這個抽屜 然後裡面不是說 拍影片都沒在用 我的筆記本 啊 這個 Lat Me Suffery 的鋼筆 等等 不是說那個影片 拍完就再也沒有用過 不是 然後這邊是我的Pick 然後這邊是調音器 等等東西 這個是真的有在用的 好嗎 對 真的有在用的東西 我們才會買來 開箱 因為開箱是我自己買 不是說 業配開完之後退回去 或是廠商送給我在裡面 我要花自己的錢 我們要花自己的錢去買這個東西 我們當然要買自己有價值的東西 結論來講 結論來講 這個K580 到底值得嗎 在我用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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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瞬間 我就覺得他有價值的 先做 因為 總抽 哪一杯這 MX3 MX Master 也是 滑鼠連 就是不是連點 左鍵直接廢掉耶 就有那隻滑鼠耶 Razer的AD DA這樣 我已經買了新的 結果還是撐一兩年之後 就壞掉了 乾脆 然後最近有一條線 會卡在桌子上很煩 然後這個鍵盤也是 乾脆換成無線的 結果滑鼠掛沒多久 換鍵盤掛的 然後現在鍵盤 剛好我沒有要接手耶 我就換一個新的 這兩個東西 因為官網上都說 啊這個MX系列啦 用起來 一起combo 最好用之類 到底是不是呢 在我直接的感覺上 我覺得是啦 因為光摸這個手感啊 這個按鍵的感覺啊 等等的 他的確帶給我一樣的感受 上次 上次我有推翻老婆 上這支 那個 MX Anyway 2S 很長的名字 就是比較小的那個 比較小的這個 MASTER 系列 的 2S 就是上一代這樣 當然他每一代都有一些改進 但很明顯摸起來 他的滾輪啊 他的按鍵的聲音啊 也讓有些人喜歡說 上面有一些自訂的功能 就是說那個中間 中間這一顆可以左右平移的那個 但是我很喜歡這個MX3 這種 他就真的在滾喔 可是完全沒有聲音之類的 完全不會有什麼不舒服的手感 然後按起來非常的清脆 用起來非常的精準 當初買很心痛 一支要三千 應該是三六九零 然後沒有打折這樣 當初一支三六九零 買下去之後 無意之間 他真的可以升任 本來我還把雷尺滑子放在旁邊 想說手感啊 後來就把它收掉了 就空間上整潔 然後那個改天放在裡面當紀念就好了 就是他真的完全取代了 升任了 本來的工作 然後這個MXKey我相信應該也是 就是 他讓原本的那個變得很漂亮 就鍵盤的質感 這輩子我用過最貴的鍵盤就是他 因為最貴的滑鼠也實在是MX Master 3 然後這也是MXKey 相信他應該也會升任 然後他可以撐多久 可能要很久以後的影片才會知道 這樣 他就知道說 他質感只要跟那個一樣 至少是 你知道最新產品 心理上比較舒服 然後再來就是 我希望可以撐久一點 不是說明年我再換新的 我撐了兩年 三年甚至五六年 像我那個舊的雷尺的鍵盤 我還撐多久 五六年 上面都變得很髒很噁心這樣 清來清去 還撐了五六年 至少我希望有那個水準這樣 那時候應該這個MXKey 第二代應該也出 也不錯 到時候再來升級分享 總之就是 我希望這個三九九零 會用得很開心 很值得這樣 未來有機會再跟大家 繼續分享其他影片 等等的事情 感謝你的支持 如果你看到這邊 真的很感謝你 感謝你的支持 如果你訂閱 分享 按讚 真的很感謝你 我是滴哥 那我們再回 多謝你的機器 拜拜 我們來拍攝 三個月 全部發動 兩次 都會不會 兩次 離開 三個月 不是 什麼 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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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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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